各位同学好 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是圣源 什么是圣源呢 圣源顾名思义 就是圣脏的构造的一个基本的单元 圣源是圣脏的基本功能单位 每个圣脏里面大约有多少个圣源呢 每个圣脏里面有100万个圣源 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两个圣脏 圣源有两个圣脏 你就有200万个圣源哦 好每一个圣源呢 都是由一个圣丝球 一个包式囊 以及圣小管所组成的 好同学我们来看右边这边 这也是圣丝球 包式囊 以及通关的管子 就是圣小管 好 圣丝球跟包式囊呢 主要呢 大部分的是在肾脏的平直 然而圣小管呢 相对于 前面这两个 它是在垂直 比较多 大部分呢是深入 肾脏的垂直的 好再来我们来看右边这一张 肾脏的构造 肾源的示意图 好 首先 好 我们从 肾脂球开始 肾脏脉进入肾脏后呢 可以分析成很多的小动脉 好 这些小动脉呢 进入肾源的包式囊 然后继续 好 分析 形成一团的威胁管网 好 这团威胁团网呢 就是所谓的圣丝球 好 然后再来呢 离开包式囊 作为出球小动脉 进入包式囊 入球小动脉 走出包式囊 为出球小动脉 好 而包式囊呢 是一个杯状的一个构造 杯状凹陷的 前端凹陷的一个 宏大的杯状构造 然后紧接着包式囊 好 是肾小管 好 肾小管呢 是弯弯曲曲的管子 它深入了随直 然后又从随直回来 到了皮脊 而最后呢 做好了尿液 会汇集到了皮脊尿管 好 我觉得 老师刚刚说 肾源的三大组成 有没有包含 肾尿管呢 没有哦 所以呢 我们要特别记得了 肾尿管呢 不属于圣源哦 好 如果同学问老师 不是吧 为什么肾尿管 这边有好多的分支呢 OK 来我们来看看 他的名称叫做 极尿管 也就是 他是收集尿液的一个管子 因此呢 极尿管呢 他是收集了好多好几个 圣源 所汇集而来的尿液 然后最后最后 来同学看这个箭头 极尿管呢 会汇集到了圣鱼 好 然后最后呢 制作好了 尿液到了圣鱼之后 再进入收尿管 到膀胱 再排出股外 好 那同学明白吗 好 谢谢大家